港府剛剛大減電動私家車的稅務優惠 4月本港的電動私家車登記即時捧彈 電動車的購買力被大幅透支 在本港這個產業是否進入冰河時期呢 電動車新稅制在4月生效 取消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全數豁免 寬面額以97,500元為上限 由於電動車的價格一般都較為昂貴 有熱計人士批評這個寬面有等於無 在電動車品牌中 本港駕駛人士較為喜歡Tesla 據運輸署的資料顯示 去年第四季 Tesla佔本港所有電動車註冊達87% 現時一架基本Tesla Model S 由57萬起 年稅後總成本近93萬 令不少人趕乘尾班車 3月的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 大增至2964宗 絕大部份是Tesla車款 佔該月整體私家車首次登記近一半 據悉 Tesla以公司名義登記了大批未出售車輛 在新措施之下 4月的電動私家車登記降至零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指 5月的電動私家車登記也只有5宗 香港電動車協會創辦人周英偉就指出 購買電動車的需求被大幅提前 預計之後首次登記繼續冰封 對於政府的措施周英偉又如何看呢 另外在電動車充電配套方面 熱界都認為不足夠 本港現時有大約1500個充電站 大近一半是標準 即是慢速的充電器 充電隨時8至10小時 即使中速充電站 充電也需要5小時 相對於加油站入油只需要10分鐘 未必可以吸引到車主轉用電動車 在車價方面 Tesla經濟車款 Model 3也展開生產 連續後預期售價大約40至50萬 又是否值得考慮呢